另外要來看的是蘇澳政公所為行銷在地的農漁產品 補倒農村生產優質的雜糧 因此創造了自由品牌 還結合了觀光工廠 推出了蘇澳農漁好物的禮盒 不但有精緻的米食點心 還有黑鮪魚罐頭 另外也結合小農雜物的好麵 希望推廣到全國 來帶動蘇澳產業的經濟發展 蘇澳政公所特別選在一米特觀光工廠 由政長李明哲 台灣雜糧基金會執行長江聰淵 三星代表會主席陳世玉 以及在地里長共同見證 蘇澳農漁好物禮盒的發表會 透過發表不但推廣蘇澳優質農漁產 更是鼓勵雜糧的種植 與擴大行銷市場 讓各界看見蘇澳好品牌 尤其直接品嘗好味道 更是達到大力宣傳的效果 這是起司口味 起司口味 妳吃呢 小孩子很喜歡起司口味的這種米果 因為吃起來香香的 然後呢就會感覺很像是在吃家裡的餅乾一樣 這我覺得又是米果 其實對小孩來說是個很健康的選擇 也是有高鈣的成分 也是對營養 對小朋友的成長也是有加分的作用 透過這些雜糧來生產的這個禮盒啦 這裡你看喔這裡面的很多的這個 包括有這個麵 有米餅 也有罐頭 這些都是我們蘇澳來自於大自然的禮物 我們把大自然的禮物 把它全部放在這個禮盒裡面 那這個可以代表我們蘇澳 我們對於未來 我們希望能夠來更推廣 把在蘇澳非常認真的 清榮他們所種植的雜糧 我們透過一米特這個觀光工廠的協助 然後來還有曹濟字面 我們可以推出更多元 而且更好吃的 這樣的大自然的禮物 一個禮盒 蘇澳農魚好物禮盒 包含精緻的米食點心 黑鮪魚罐頭 以及融入山藥 蘇澳農魚好物禮盒 包含精緻的米食點心 黑鮪魚罐頭 以及融入山藥 黑豆黑芝麻雜糧的乾麵 而禮盒相關資訊 民眾可聯繫蘇澳政公所 大自然的禮物 在蘇澳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